因為我們的中天呢 我們這個提行證訴訟 會在5月10號 也就是下週三一審就要結果揭曉了 我們當然是認定這個NCC是惡意的關台 不過我們還有其中裡面有很多項 我們實際提出的證據 就來一一的反把他怼回去 我要問左教授的是 其實在這一次我們看到的 NCC他當時的這個違法評分表 為什麼我們在評分表前面 多加一個違法呢 多有趣 我們在107年的時候 NCC已經修正了 深色審查辦法的配分的比咒 不過在這一次審中天的上面 你會發現到NCC又持續的 拿出了舊的評分基準 沿用了錯誤 而且違法的評分基準 這是不是有法律的這個 可能是已經違法的嫌疑呢 那再者呢 你這樣子之前我們常在講 先射箭再畫吧 不是這甚至是拿舊的評分表 來衡量新的 然後把這個配分的比給他加重 才會再間接的釀成了中天被關台 好 各位觀眾可以看一下這個舊的跟新的一個對照 大家可以看到在這裡 這個裡頭其實可以看到它最大的差別 舊的表跟新的表 因為舊的表是105年 新的表是107年制定的 那新的表跟舊的表最大差別就是在於什麼呢 在於它的這個頻道定位跟內容規劃的占比 還有內部管控機制跟內容編審制度的占比 那麼舊的表其實這兩個占比都是比較高 這兩個占比加起來就80% 那新的占比裡頭呢 這兩個占比只有60% 所以差了20%的差距 好 所以剛才主持人談到就是說這個是不是有違法之嫌 這個的確是違背了我們在法治國裡頭所講的一個叫做信賴保護原則 因為當你規定了這個新的表以後 當你規定了一個新的做法的時候 我們所有的受管制的對象都是按照新的規定去從事我們相關的業務 那麼但是你居然在 如果你如果照中天在它的訴狀裡頭所提到的 NCC是在11月的時候才表示要用這個舊的表來進行審查 那這顯然是有問題的 因為你所有的業務的執行都是在 在過去在這個審查之前的3到6年之間的業務執行 然後你居然是在審查的前一個月就是2020年的11月 才宣布說是你要用舊的表而不是用新的表 因為新的表是107年嘛 那它是109年 就是最起碼你過去這兩年應該是根據新的表來審查 而不是回到舊的表 更何況你既然頒置了新的表 其實照說應該全部都是用新的表 才符合你頒置新表的一個理由吧 所以這個當然會違反所謂的我們在法律上講的信賴保護原則 就是我信賴你這個規定就是我應該要遵守的規定 結果你居然在審查的時候換了一個規定 當然我覺得我們要從更大的一個層面來看這個問題 就到底NCC該不該有審照換照的權利 現在NCC是什麼三年一小省五年一大 六年一大省 到底NCC該不該有這樣子的權利 這樣子的權利對於一個所謂的獨立的媒體 到底是有幫助還是有害的 我認為從中天的這個案例裡頭看出來 這樣子的一套制度其實是有害於媒體的獨立 因為都涉及到審照的問題 那大家當然都不敢違背執政黨的一個偏好 所以在這種綿密的高度的管制行為過程裡頭 反而讓每一個媒體都自覺的靠向執政黨 都自覺的聽執政黨的話 我認為這也是這個民進黨政府要砍掉 中天最重要的一個目的就是上七儆猴嘛 就給所有其他的媒體看說 這個就是跟執政黨 違逆執政黨對抗執政黨所要背負的一個代價 那當然你說這樣子會不會很奇怪呢 你說既然這個執照是政府發放的 那它定期的審查 定期的這個去 甚至是對於不合格的媒體要求撤換 不是很合理嗎 其實不是我跟大家舉個例子 比如像大家最近可能知道 在美國有個福斯電台 福斯新聞台 福斯新聞台最近鬧了一個很大的事情 就是它在報導2020年 然後跟中天當時出事的那個事情的時間是接近的 當然它是在2021年1月以後的事情 就是當時在2020年11月美國總統大選以後 那當然就有一些共和黨的人就出來說 當時它的這個選舉的這個投票的機器是有問題的 那它因為它這些問題就把它自動回報成本來應該是投給川普的票 就回報成投給拜登的票 所以後來這個公司就是Dominion這個選舉 就是投票機器這家公司就是告福斯新聞台 最後怎麼辦呢 福斯新聞台就賠了一個非常大的款項 給這個投票機器的公司 而且它原來在這個節目上一直不斷地放送這個新聞 在談這個評論這個新聞的那個叫Towson Towson的那個主持人 他節目也被停了 他也被解聘了 好 那你看講到這件事情 那美國有沒有把這個福斯新聞台撤照呢 沒有啊 就是它已經賠了這麼多 所以就表示它真的是故意或者嚴重的過失 導致這個該公司的信譽受損 導致民眾有如此嚴重的錯誤的認知 然後呢它也解雇了它的主持人 停了這個節目 它有沒有撤照 沒有啊 這個就是我們看到美國它處理的做法就是這樣子嘛 所以說今天你看中天新聞台有沒有任何一個單一事件可以比照福斯新聞台所發的這種錯誤呢 沒有啊 他所有的這些事情一件一件都這個打官司都贏啊 所以你這裡頭你很可以看出來說當初他做這個決定 他所不斷傳遞出來這個訊息其實是有問題的 他甚至我可以進一步講 就是他當初評分的那個基礎 就是他可以認定說中天新聞台已經不符合繼續取得直到的這個基礎 他的認定的這個事實本身就有很大的很大的問題 那所以當然這個撤照的決定是應該重新被考慮啊 應該重新去再做一次審查 是不是這個非常明顯的一個問題嘛 那當然另外一個我認為NCC要改革的部分 其實我認為所有的在野黨的這個現任的這個立法委員 以及未來要選立法委員都應該要關注的一個問題 就是NCC的下一步 在美國以及在韓國在很多國家它是什麼 它是它有有有將近半數的委員 有將近半數的這種委員 應該是由在野黨的國會議員去推薦的 現在我們的規定是什麼 現在我們的規定是說同一黨籍不能超過一半 可是你同一黨籍不能超過一半 你都是總統任命 當然他不管什麼黨籍他都是聽總統的嘛 他就算他總統任命之前 就算總統保持距離好了 他當然他私底下還是會去揣摩總統的心意 更何況總統他不會去放掉他這個權力 所以我認為下一次的改革 是應該要有一半的名額是由在野黨的國會議員去推薦的 那麼才能夠去有效的去制衡 避免NCC在藉由頻道管制的時候 去創造一個一黨獨大的媒體 去扼殺我們的新聞自由 我想這才是我們大家最關心的 謝謝大家